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两岸关系未来发展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焦点 而两岸间还有哪些议题 要尽快讨论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昆山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 吴翰吴副教授为我们深入平息 吴老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老师我们看到 这次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请辞 您这次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焦点 还有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当然王主委请辞 他刚好跟之前这个王章会 然后召开 我想这个都可以放在一起来观察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 意味着这个近期以来 就是在这个王章会之后 本来已经把两岸关系 拉到一定的高度了 因为政府对政府嘛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 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走向 到目前来看 好像有一点停滞的状况 吴老师本来这个王章会 是在前几天就7号8号 会在金门召开 快要延起 您觉得这未来 这个两岸事务首长会议 未来举办的重要性 还有哪些观察点呢 这个两岸关系是向前走的 尤其是在这个2008年 马总统上任以后 在推动两岸关系上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一直我们看到这个陆克来台 然后两岸直航 然后这个一直到现在 那么已经从这个白手套的阶段 也进到了这个政府对政府 那么王章会在前年见过面之后 去年也有了很好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 这个坦白讲 当这个走到政府对政府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有点跌跌撞撞 因为去年的上半年 我们看太阳化学运之后 张志军到台湾来访问 本来预期是应该是一个比较顺利的过程 可是呢 我们看到最后这个波期事件造成了一个遗憾 那么一到下半年呢 我们看这个王章会好像 这个也没有很具体的一些行动 那么今年呢 我们看呢 就是本来预期在2月初要举行的 这个王章会在金门举行 可是在王章会还没开始呢 这个在之前大概两边就喊咖 大陆是说 最近因为台湾复兴空难的问题 那么我们都会发表的这个声明是指出 这个大陆因为自己单方面的 开闭了一个新航线宣布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两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公式 所以就把这个王章会推迟 所以就在王章会推迟之后 你看今天 这个刚好张显耀的这个案子 也有算是有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就是北检不起诉张显耀 那么其实张显耀案子 从去年来看呢 有很多人就认为 这是一个两岸关系 一个转折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张显耀本来是在台湾这边 扮演首席谈判的一个副主委嘛 那为什么突然在这个 继续向前推进的过程里面 突然在8月就发生了这个张显耀泄密案 那可是张显耀泄密案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来看呢 他在由这个案件的发生跟发展来看 跟一般我们所谓的涉及的国安案件 看起来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过去的涉及的国安案件 都是先侦查 等市政确凿了 就是在起诉了 起诉之后 就是跟在公布 那么这个过程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去年我们看到张显耀的案子呢 是在我们还没看到具体市政之前呢 就是做出宣布 可是去年这样子一宣布之后呢 反而变成一个在国内造成一点政治风波 那么今年到了现在算是半年了 总算做了一个结论 这件事情到现在看起来 有没有水落石出 好像也没有 因为从这个我们看到 王主委在记者会里面所做的说明 表示泄密的状况还是有 只是检方不认定 没有去进一步的在做这个 司法侦查跟起诉的动作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大概到这 那王主委也辞职了嘛 我想这件事情 这个所谓的泄密案 就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 是 吴老师 这个事情告一段落 但是我们大家也很关心说 未来两岸中间有一些议题 我们也要赶快来沟通 包括两岸共同加入 区域经济整合议题 还有两岸的福贸 和货帽的一些继续商谈 您觉得在未来的进展 跟推动方面的话 您怎么样观察呢 我想大概目前还是 如果假如说官方的接触 出现了障碍 那当然还是回到了 就是海基海鞋两会嘛 因为今年初 陈德明到台湾来访问 那么也能够顺利地 完成了访问的动作 那么我想这个 海基海鞋两会之间的沟通 目前还是顺畅的 所以有任何议题呢 当然还是透过这样的 一个机制来进行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 刚刚主持人都谈到了 那么两岸有没有什么 积极性的这种议题 要拿出来谈呢 眼前看起来也没有 因为动力不足 就是两岸要向前推 的动力没有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从去年 福贸协议被 太阳化学院缴获掉了之后 那么新的协议的签订 除非无关紧要的协议 那么涉及到比较重要的 比方说像货帽协议 那大概也就是 大家碰碰面 沟通沟通 不会有结论的 吴老师那我们知道 那立法院的下一个会期 也会在年后召开 大家很关心就是 包括这个两岸 其的监督条例 您觉得这个也会是 未来观察重要的一个指标 当然 当然我觉得这个 因为现在国内 做了很多民调显示 国内的民众 大概对于明年的政党问题 都是比较偏支持的这一方 那不管明年是不是政党问题 我觉得在作为这个 目前的在野党 如果想对未来 有一点作为的话 那么现在总是要 做一点动作出来 让这个两岸关系 可以再持续发展 目前的在野党 如果还是持续 过去的态度 只能杯葛 而没有建设性的 这种做法的话 我觉得对未来 两岸的发展 是不利的 那么目前看起来 有一些哪些 建设性的做法呢 就是刚刚主持人 所特别谈到了 那么这个监督条例 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野党 应该可以做一些努力 另外跟目前的执政党 赶快把这个 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把它审查通过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才可以显见 在野党 有这种改善 两岸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企图 要不然的话 我们看到 只是把这个事情 逐渐的把它摆在那边 而不会有任何作为 是 吴老师 我们看到这一次 王章会原本谈论的议题 除了一些跟两岸经贸有关 也很大部分的是一些 金门有关 或者是民生方面的议题 您觉得未来 如果两岸事务所长会议 召开的话 这个议题的比重 是不是再有关于民生 跟一些地方性的事务 比重也会蛮多的呢 坦白讲 这次到金门去会谈 我个人的观察 就是说 是有一点是为了维持 涉及两岸的负责人 之间的一个联系机制的 这样的一个维系 那么至于把金门的议题 放到这个部长级的会议来谈 我觉得有点小了一点 他的这个谈判的迫切性 跟重要性没那么高 但是因为要维持第三次会谈 那么所以放到金门 那金门就有一些环保的议题 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那么基本上还是谈一谈 这个福贸 货贸 或者是这个未来两岸加入TPP RCEP 甚至于大陆所要推动 企图推动的这个亚太经贸 自由贸易区的这样的一个 当然是这样的问题会 但是这个还都是虚的 这一次大概比较涉及重要的议题 就是大陆的片面宣布了 这个新航线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在其实在两岸之间 过去有接触 但是没有共识 那么所以但是大陆竟然宣布了 那台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看起来现在陆委会这边 已经都推迟了嘛 推迟了开会 大概也没有更具体的主张 我认为这个事情 大概眼前来看 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东西 那所以有关于比较重要的议题 那么我觉得就是 许多具体的协议 是不是能够大家讨论 比方说两岸如何去加入经贸问题 或者是航权路科中转的问题 这个我倒是觉得可以来好好谈一谈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已经谈了两三年的 就是互设办事处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互设办事处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这是代表两岸 这个官方的一个架构嘛 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成真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好好观察的 是 后续进展我们持续来关注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关山科技大学通事中心副教授 吴汉吴副教授 针对乐会主要王玉琪请辞后 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焦点 而两岸间还有哪些议题 要尽快讨论 等相关议题 我们做深入的评析 非常谢谢吴老师 进入访问 谢谢您 谢谢